仙剑专场爷清回 唐嫣在伴子轩 任嘉伦谈起家里没钱的人生低谷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王牌对王牌本期仙侠专场 大家化身仙侠剧中经典人物 沈鹏卡奥斯东华帝君 贾玲卡奥斯凤九 华晨宇卡奥斯李逍遥 关晓彤卡奥斯赵灵儿 宋亚轩卡奥斯白滚滚 更有仙侠对子轩唐嫣徐长青林更新 仙女唐一新 丁颖任嘉伦 众楼杨笛闪亮灯场 一起梦回仙侠榜 爷清回 都是仙剑梦 变身仙侠人物 沈鹏卡奥斯东华帝君 贾玲卡奥斯凤九 宋亚轩卡奥斯白滚滚 整整齐齐的一家三口以上线 莫名的觉得有点一家人的感觉呢 关晓彤宋亚轩带来歌舞表演美丽的神话 仙气鸟鸟的少女少年太阳眼狼 两人翩翩起舞 神韵和身段都十分到位 眼睛完全挪不开 沈鹏贾玲演神浓长白草 灵姐直接跪地演白草 却被拆成鲜花叉牛粪上 鹏哥一脸无辜 两人卖力一个一个字的演到私生历劫 场面一度控制不住 演鸡犬升天 鹏哥演技大赏时刻 0.5秒演四个字 直接笑贪了 华晨宇道立演道挂金沟伸手了得 没想到被唐一星猜花则泪 后面又变身一只失明猫眼瞎猫 有点可爱 不过杨迪演起死耗子的样子也太搞笑了 贾灵官小童频频答对 果然是美貌智慧并存的两位奇女子 又是对王牌家族刮目相叹的一天 华晨宇带来仙侠歌曲杀破狼 古装扮相的花花不要太帅气啊 高炕的歌声把人拉入充满奇幻色彩的仙侠世界 为花花疯狂打扣 看图猜人民环节 沈鹏把刘亦飞认成黄胜一 华晨宇猜热衣扎 为迪丽热扎 贾灵把张军名叫成张若云 真的要被笑死了 妙音天成环节 听前奏猜歌 唐烟秒猜偏爱 前奏一出 经典记忆在线 小牌也要跟着尖叫了 最后一题 为了抢答 沈鹏一激动直接摔了个屁股蹲 沈叔叔你可掌点心榜 猜台词环节 出题楚桥传片段 不知死活的疯女人 下一句是 男主角林更新现场打脸自己 把贱男刃继承了臭男刃 措施送分题 王牌对王牌 为大家展现王牌七毛五特效 贾灵一秒入戏 表演先见齐霞转移李灵儿变身的片段 看到手动装舌尾的操作 笑到头突 大家给贾灵儿的表演 和这七毛五特效打几分呢 流光幻境环节 华晨宇官小彤杨迪上演改编版 先见齐霞转三片段 三人浴火摇摆的画面太魔性 这王牌七毛五特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流光幻境环节 沈腾唐烟表演遇见飞行 环游宇宙自驾行就此开启 时而天气晴朗时而狂风暴雨 彭哥在线演绎单脚飞行和双版飞行随意切换 小眼神直接拿捏了 林更新偷偷扔石头 杨迪以为在放鞭炮 在线提问九亿少女的梦 扔石头好玩吗 关小彤拿了42颗三生石 最终获胜方式 王牌家族 没有小彤 以一宝三 关小彤成王牌家族被锅侠 小彤和仙侠队将面临最终惩罚 遇到人生低谷该怎么办 任嘉伦回应自己一直都挺不顺的 撑不下去的时候家里也很困难 自己出去接戏 多小的戏都接 现在各个方面都特别珍惜 任嘉伦说从韩国当练习生回来 觉得真的撑不下去了 打了个电话给他妈妈 我妈说咱家真的没钱了 现在想好好珍惜拥有的一切 我这一生都挺不顺的 但是可能是前二十多年的这些不顺 换来了上天赐给我的大堂 荣耀这个宝贵的机会 我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满足 也非常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今后也会越来越好的 你好好发光就好了 杨迪表示自己真没什么低谷 有工作机会就不放 就算生病 一周都舍不得休息 金沙弹接商演会有落差感 但是不想因此就放弃自己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时机的降临 加油 其实低谷谁都会有 但是还是要相信自己 每次王牌对王牌这个环节 都是很有共情 毕竟很多事情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在经历 锦号王牌对王牌锦号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表后的 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 总统计息